故事 第一次跳舞 這的時候一樣是跳布雷琴 娜娜林里娜五岁开始学舞 才过三年 舞技已经震撼科技 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BBIC国际街舞赛 娜娜勇夺大地板冠军 比赛精彩片段吸引了全球网友的目光 IG影片的总观看次数来到4000万 就很开心啊 让更多人知道我是谁 然后认识Breaking认识台湾 韩国的粉丝都很热情 就是要拍照啊 要签名啊 会送我一些饼干那些的 国外常举办大型霹雳舞赛事 娜娜年纪还小就去了好多国家 我有去过瑞士 法国 罗马尼亚 韩国 日本 然后罗马尼亚就是很多教堂 很漂亮 然后日本的电车很多人就很紧 小宝 然后我发现瑞士的牛都有挂一个很大的牛铃 然后法国就是煮食这边面包很不习惯 鲁肉饭啊 水饺啊 鸡排啊 最尝试的这几个 不过比赛结束之后 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好 练习了 不会想 这个不行 他说要每天保持练习 你才不会忘记要怎么做 就是有时候东西做不完就要一直练 就练得很晚 所以就练到八个小时很久 可能出国表现很好 回台湾就不用练 就第一天不用练 可是第二天继续练 娜娜的爸爸高中是热武社成员 很快就发现这孩子有跳舞天分 一开始是自己想练 后面跳有感觉就越跳越好 我的绝招就是单轴抛 就是每天一直练 从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就慢慢的去加 现在最高纪录十颗 小小年纪学武耐性过人 除了练出绝招 霹雳舞的代表招是头转 娜娜竟然当成休息招 就很累的时候可以用头转去休息 因为头转是对我来说最基础的 这种帽子上面可以缝毛帽的材质 就可以转 头转可以不用戴 可是我会怕离头 而且大家会觉得霹雳舞好像很危险 就觉得你怎么会让小朋友去跳这么危险的东西 不会影响他吗 会长不高或离头啊什么那些的 然后我想说 也还好耶我们每次练舞都有戴护具 就是护具戴得好就不会离头 然后身高应该是基因的问题 你不担心吗 不担心我们家都蛮高的啊 孩子想学跳舞妈妈很支持 但练舞跟课业如何兼顾 那过于课本呢 过于课本没带回来 你怎么没带回来 那你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他比较活泼 对他也很耐操 就是很知道自己要干嘛 其实他也不是很喜欢上课 但是基本的还是要学 现在多少会有一点啊 但是我们就尽量在有空的时间 去复习一下学校的作业 那H你咋 H你写N YES 我们再申请自学了 就是你想上什么课 跟学校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学校上课 看你要去申请 嗯 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学习是脑袋在辛苦 练舞是身体上在辛苦 可是要把一个东西做到最好 都很辛苦 武艺过人带来超零的词物 不过访问告一段落 Nana马上切换成哥哥的身份 跟弟弟玩在一块 有时调皮 有时调皮 偶尔恶作剧 好 私底下的Nana展现出 这个年纪的孩子会有的模样 不过柜子上的奖杯奖状 都在诉说着 Nana的毒客 Faz 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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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讓她在很短時間內受到外界關注 甚至被封為街舞神童 只是對於這個稱號 Nana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我自己沒天份 就是每天很努力練習 才有心愛的自己 中間有想要跳 反正是Hepop還是Rockin 就是跳那個Hepop 然後後來又去跳Rockin 然後又... 然後都不行 然後就回來跳Breaking 回過頭來看 這條看似沒得選的路 很可能是最適合的 因為2024年巴黎奧運 PB5項目將會瘦度登上奧運舞台 雖然Nana因為年紀小 還不能代表台灣出賽 但是她每一天都在準備 我的目標可能也要等成年 所以還要當世界入圍B-boy的地方 有這遠大目標的B-boyNana 還想一直跳下去 要用她的天分與努力 為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嘆 好 M quando Text um bun劉 小姐好,這很明昭 這個電視 Π Take a response antes talk 我們ioni節,感覺雷ии,打開 leda yfxvxvxn